陈旺新移民国驻地球办事处 不是 你让我忍住需要真的很难呢 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陈旺的事情了 好像是有一次我说了 陈旺要结婚 我说啥都得去看看 因为他不是在那里招新移民国的第一夫人吗 不是我严肃点说哈 你西方价值观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但你不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后面没人了呀 你住公园是公共区域 你住牢里面也是纳税人的钱 然后你现在又在骂美国 不是你打着反共的旗号 你过着这样的生活 你真的是走线坑里面的一朵奇葩 可能台湾朋友不知道哈 陈旺呢自称是反共 反共呢是政治立场 但是那是自己国家的事情 不代表美国就要有义务帮你呀 对吗 更何况陈旺走线来了美国之后 他自己不好好工作 有手有脚的 他现在有递解力 但是没有人就是强行给他买机票 牵犯他回去啊 但是他现在有时候有他不在美国搭搭工什么的 他现在累主要是 然后他在纽约公园里面搭帐篷嘛 然后他说自己是那个地球办事处的主任 他要让大家一起起义 要把美国给灭掉 要组织一个机器人军队 然后全球大革命 这个真的是陈旺吗 还是有人冒充他注册的 这样的 哇塞 我居然被陈旺看到了 现在这样做频道 我也不会一下子就飞去台湾 我说让台湾给我发庇护 这样的要求有点无理 因为我还不到那种就是被迫害到很严重的地步 如果是任志强的女儿 他真的去台湾了 可能也会给他发 对吗 但是我这样的 我做的没有很大的 我表达一下对反贼的支持 表达一下反共这样的 这是我的事情 没有就是别的物家没有义务去帮我的 对吗 你给他纳了一分税吗 你为他工作了吗 你是劳动力吗 现在问题就是你成王不想工作 你在那里白吃白喝 那是人的钱 人家不赶你就不错了 不是可能20年30年 可能这些白人 美国人他们过得非常好 他们就是回馈一下社会 收一点难民很无私 但现在你不止不感激 大部分的就是这些难民造成的安全隐患 无差别袭击 现在人家凭什么还要帮你呢 因为你并不感激他们 你反而是一种就是很嫉妒的态度 就是对待这些有点钱的人 美国人帮你 你感激了吗 你反而心里充满愤怒 你去仇富 你去报复他们 就那还没给你发庇护呢 发地解令了已经 然后你就已经在这里要杀美国人了 要就是全球大革命了 你现在要推翻 你很有钱人 你要你就才造成无差别袭击了 你已经要挥刀了 我觉得蛮危险的 你我们也有的不想去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承旺还在那里